论金玉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又廷 我爱哭下来的刘 我觉得香港的观众非常热情 然后就是 其实我是有点被吓到 就是因为 就是因为毕竟来到一个 陌生的环境 然后你会预计说 不知道怎么 这边的人是 很难想象就是隔着一片海 然后有人在听着自己歌 的那种感觉 然后在香港举办了一场 因为那一次是第一次的 Fullband的演出 然后就是 台下的反应就是有点 我就有点被吓到这样 对 大家都像这个信徒一样的 坐在这里 就是看这里 听着你的音乐 就是很好 对 很烦 对 然后在拍照的时候 大家也是很疯 就是这一次 因为我每次去香港 都会去改编就是一些 乐语歌 然后这一次又准备 这个东西这样子 对 虽然每次都很 都很紧张 但是我相信是可以 顺利演出的这样子 因为从小其实 也有听到非常多的 乐语歌长大的 所以其实算是 一个一次一次的完成 慢慢的完成 心中的 对 听这个李好 雷猴啊 已经可以听到你的广东话 其实已经准备了很多 对 这样子真的可以 对对对对 真的可以 这李好台下观众已经 你下次来台湾的话 你也可以学几句台语 我台语可以 我真的讲的 对对对 这个李好 这样就可以 就可以了 那我可以用广东话做的 对 我自己觉得 事隔11个月 当然是希望 再见到上年的观众 然后再见到更多 不同的观众 就是可能 有庭老师的观众 可能见到我们的交通 会有什么反应呢 就是会觉得 哇 有些新的歌 有些合作 会令到 有些新惊喜 我们到时 就会玩一些 大家会想象不到的 又或者 其实大家有机会 有想象过的 一些合作 就是例如 可能 尤庭老师会唱一些 关于我的歌 又或者我会唱一些 尤庭老师的歌 做一些合唱 或者是 到时有一些 吉他的jam 之类 那我就不说太多 因为我是暴露狂 那就 不然说太多了 大家没有期待了 就是 除了一起合 两边都有 我们都有 各有准备一首合演的歌曲 对 然后 就是我这首歌 也是第一次这样子 改成两个人合唱的版本 然后 很期待 非常期待演出的效果 对对对 现在就够了 再多一点 就没有期待了我们 对对对 今年年初的时候 其实我有跟另外一个制作人 Eling 然后有一期合作推出一首 算是我唱的 我写的 然后但是因为 上下是上在他那边 有一首歌叫做 你有没有听 它是一首 我写给我自己养的猫的一首 年底也预计 顺利的话 想要发一首 单曲 对 叫做叔叔的歌 他是写给我 我哥哥的小孩 有 有预计 对 所以 欢迎大家来听 听听看我的意见 在发行之前都还有得改 这首本身是一首 写给张元英的一首歌 喂 别笑了 这首是 因为我本身 就很喜欢张元英的才华 以及性格 就是他那些一定要做到的性格 执着 偏执 觉得很崇拜他 所以就想写一首歌 我就关于他 然后写的时候 就melody出来了 但是想不到词 然后就扔了上IG 然后就被人去填词 对了 填完词之后就发现 melody挺适合做一些冰歌 对了 冰歌 就是一些独男去追不到女神 性格 也挺符合我本身自己的表演 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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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就把这首歌 最后就不想 Dia Wan Yung 这么出面 所以叫了 他的英文名叫 Dia Vicky 说起来很开心 因为他平时也是一位 湾庸的粉丝 就是张元英的粉丝 他也看了很多张元英的照片 然后我们有时在IG会 会一直说 哇,很棒 很棒 所以 他本身的打扮 的化妆技术 也挺好 也挺迟的 所以 就想到 喂 他又是一个女团的成员 不如就试试找他来拍 有没有多开心 对了 我其实很不擅长跟别人写歌 我也是 就是因为我 歌手好像 創作歌手就是有人很喜欢跟别人 co-write 然后那种 跟别人一起写歌 会不太顺利 这样子 我自己目前所有的歌中 跟别人成功和谐的 好像也只有一首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也觉得要沟通一下 我们要磨合一下 我们合不合拍 对 然后才 对 经过那个演唱会 然后 我们才会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 2024 10月6号 我们将会在这个 Y中艺馆呢 举办这个音乐会 名字就叫做 Starbase 李洋庭 Goo Chen 音乐会 Yeah 8点准时开始 到时见了 如果没有运气 拼得起 头最终一气 我心里曾经 记录完美不记 终于知道 梦境声 原来没有你 原来没有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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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